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英国伦敦一名103岁的老婆婆鲍威尔,Rosemary Powell,从6岁起就已买英素花兄章至今,被认为是英国历史最久的英素花兄章卖家,而近日她决定正式退休。 综合英媒报道,鲍威尔6岁时便和母亲,跟著由退伍军人组成的大英皇家军团,Royal British Legion,到处买英素花兄章,回忆第一次义卖时,鲍威尔表示英素花很受欢迎,一下子就卖光了。 二战期间,鲍威尔经受训成为护理师,为军队提供服务,晚年他移居国外,期间他仍持续募款,还会用纸做出英素花的造型,送给当地民众。 大英皇家军团对鲍威尔近百年来的奉献至上最深的谢意,卖了英素花兄章长达97年,鲍威尔似乎热情不再,再加上年事已高,他决定正式退休。 鲍威尔的儿子盖尔斯,Charles Powell,对母亲的奉献感到自豪,现在将集邮分享母亲的收藏,鼓励其他志愿者投校军队。 英素花是欧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,用来纪念因战争过士士兵的花朵,现今各国在国殇纪念日上,都会佩戴英素花来纪念这些军人。